歡迎大家再收聽三個臭皮醬 我是羅文威 我是張宇文 我是范俊浩 最近真的有很多新的電影相 其中有很多都是相當豐富的美國傳統色彩 沒錯 我作為一個喜歡看漫畫的人 雖然美國漫畫很肯定 套套關於復仇者聯盟的電影我都看了 不知道為什麼 如果大家有留心的話 不單止復仇者聯盟 X-Man Batman 或者Dare Devil 其實你會否發現千禧年之後 其實美國有很多很多套超級英雄的電影相畫 上身都一定是大賣的 到底背後有什麼理由呢 其實這個真的要看當時美國的情況 也要看社會是否真的期望一些東西 糟了大家都救不了 是否真的需要一些英雄人物走出來 出來去解救呢 你看那個故事裡面 每個人都有它的特異功能 有些可能是 它的體力 有些是很憤怒的情況之下 它就會爆發出它的 又是爆衣 又是爆褲 又是爆衣 又是爆衣 那它也要根據這個電影尺度做事 你明白嗎 我還想起十幾年前 流行 美國英雄這些東西 一向都有 但是十幾年前 就是 在幻想之中比較踏實的 美國英雄就是它的總統 所以就會有什麼天殺帝國反共戰 是啊 那套電影我真的 什麼《空軍一號》 其中一套我看完之後會睡覺 為什麼美國總統在打怪獸 睡得著都好一點 怎麼會睡得著這麼吵 我睡了那套電影 真的 不過你們剛才都覺得很對的地方 就是 我發現可能 整個美國的社會 對於現在的制度 現在的政府 開始慢慢慢慢的失望 因為這樣的緣故之下 它嘗試不從一個現實的角度去尋找救贖 所以奧巴馬不用爭空軍一號的自己 所以其實 某程度上對於制度 對於社會絕望的時候 於是乎 紛紛想著一些有特異功能的英雄 就會挺身而出去救贖這個世界 所以變成 很多時候這個 雖然已經是一個很世俗化的美國社會 但仍然都有一種基督教的文化在背後 很多這些電影背後都有救贖的意味 到底現在面對的絕景 到底用一個什麼的救贖的隱喻 很多時候現在就用一些個人的英雄 成為解救這個世界的一個方案 其實中國都有中國式的英雄 我發覺中國式的英雄是清官 即是我們一向對 包青天 沒錯 我們對英雄的不是合道羅賓漢 即是有一個民間的合酒出來 比較少一些 傳統來說就是清官 例如包青天那些 又或者播完電視劇 敵仁傑 那一套電視劇 那一套電視劇 就是要靠他們 因為清官我想是很少的 就是我們 是傳統之人 所以這套電視劇也雪藏了這麼久 實際上 我沒有看過這套電視劇 你們可不可以講講 這套電視劇 我有看過電視劇 中間分明 就是電視劇 麗耀翔飾演的魏王就是奸 敵仁傑就是鄭姐事實現 他就是中的 其實他中得理 他不是針對魏王 他只不過是做自己應該做的事 因為很多的民間的小說 都描述到 敵仁傑是一個神探 除了在清官之後 他還好像福爾摩斯 他查案是很厲害的 有科學鑑證 即是在他當時的科學鑑證下 他做到科學鑑證的東西 那套電視劇就講 為何他們兩個魏王和敵仁傑 會結合到娘子 就是因為 敵仁傑秉公辦案 就拘捕了魏王的長子去斬首 因為他殺了人 所以魏王就很憎恨他 再加上一些公平的權力鬥爭的感情 總之到最後 他就誤告敵仁傑 即是通回賣國 敵仁傑現在躲起來 就著草 所以他就拘捕了他的媽媽 李克勤 媽媽 老婆 國善妮 兒子 女兒全部都拘捕了 還斬了他老婆 就逼他現身 他都沒有現身 到後來 他唯一的出路就是 面性 台脈副棺材 整家穿著白色衣服 台脈副棺材 就要見武則天 就為自己去變白 去身辨 到最後 電視劇的邏輯來說 當然是 中國人得到身張正義 壞人當然有悲慘的下場 就是這樣 關鍵是什麼 就是 毛澤天 我一直看 一邊看 原來中國這麼多年來 到現在都沒有變過 始終到最後都要靠聖上聖才 你很幸運的 創作一個英明神武的 好像毛澤天那麼厲害的 就你走運 你會遇上一個 分君判斷 沒有是非的 你就沒有運 現在都是這樣 因為這個政治現實和理想 有時候真的有點距離 不過 剛才聽大家說的時候 我覺得有一件事挺有趣的 就是 事實上這裡都看到有兩個層次 一個就是說 當你要尋求公道的時候 你要期望有個青天 清天大老爺 有個聖上 有個很英明的領袖 去幫你去親自過問 幫你去分辨這個 究竟是誰是做得對 做得錯 另一個呢 其實就是說 我在我自己的崗位上 我不是求外面 那些人 外面有沒有一個這樣的清天 而我覺得我在這個位置 我就要做我要做的事 說回我要說的事 哪一件事公道 哪一件事不公道 就是 兩者之間其實 差距不是很大 你要面勝 你也要說 身體也要敷冤 但是你背後的假設 以及你會是 究竟你會不會決定自己去 做這個 講一句公道說話 這個行為呢 後面的邏輯就很不同 就是 所以其實 Sorry 對人傑裡面 有一段對話 我印象很深刻 就是說 敵人傑當時已經在穿草 他就找到魏王的第二個兒子 這個第二個兒子 是知道了一切的 亦都被他爸爸追殺 因為他爸爸要殺他滅口 然後他就找到他 然後敵人傑的兒子 就跪在這裏求 他說我媽已經被你爸爸斬了手 如果你不想我們一家逐個逐個死 你就應該出來 把真相說出來 然後敵人傑當時 截著他 截著他自己的兒子 就跟魏王的兒子說 我現在不是來求你身張正義 或者為我太太去申冤 這些事情我自己會做 這是我做人丈夫的責任 你不幫我我都會做 他也不是說教訓 你爸有多壞多壞多壞 他也不是做這件事 他只是說 我只是提醒你 你應該做一些人應該做的事 嗯 我想聽完你們這樣說的時候 敵人傑和復食者聯盟 有兩種不同 就像剛才Norman所說 有兩種不同的心態 那種心態就是英雄的復辟 我們很期望有一個他者 這個他者是樣樣皆能的 在我們現在的困難裏面挽回劣勢 這樣就希望一個英雄主義的抬頭 但是中國的文化裏面 很多時候都是反購諸己 正如剛才你們所說的 敵人傑 就不是希望魏王的耳朵 出來去新張正義 而是自己做回自己應該做的事 反而這個色彩 有一點像聖經裡的先知精神 你會發現 我們關於先知不是搞革命的 很多時候的先知 比如你說耶利米也好 或者爾賽亞也好 或者亞摩斯也好 他將是非黑白 他覺得上帝讓他知道 什麼對什麼錯的時候 公公道道的 就將那件事陳明出來 讓老百姓 讓行政的管理的 去自己做個判斷 所以上帝一樣 讓我們去知道 我們應該怎樣做 但是最終都是給你自由的意志 讓你自己去抉擇 到底怎樣做 於是你怎樣做 你不要怪其他人 每個人盡自己的崗位 做好自己的角色 這裏我覺得 你剛才所說的 東方的色彩 就有多少少像先知的聲音 所以他預了一死 先知就是預了一死 所以突然就把那棺材抬上去 他就說 武澤天文女 為什麼要把那棺材抬上去 然後他就說 因為我預了 如果今天 不能回岸 這個棺材就是我最後的龜柱 不過根據劇情的發展 其實棺材裡面 還有其他機關 是的 肥仔一人就自己伸個米 不過不過不過 相比起復仇者聯盟 就是沒有退路的 因為這些超級英雄 他絕對沒有想過他們會死 而絕對是屈機的 根本他們是一定不會輸 是沒得輸 但那批超級英雄裡面 好像也有一些是人 沒有這個超能力 沒錯 其實我覺得 看了這套復仇者聯盟 我是第一晚 星期四晚 已經教完書之後 就馬上去看 哇你厲害 你有這個手影飛 沒有沒有沒有 看完之後 我覺得很有趣的地方 就是 很多的復仇者聯盟裡面的角色 都是天生異品 雷神 神 美國隊長 又或者是變形合 這些 基本上 就是天生異品 或者是科學的元素 變成奇人異事 但其中有兩件 很有趣的 一個是鷹眼 鷹眼的眼 射箭射得準 黑寡婦 就是Scarlett Johansson 做的那個 其實是美女 但是很抽得 懂得很多搏擊 懂得很多打鬥的技術 等等之類 這兩個人 基本上 跟凡人沒什麼分別 但是 在整個復仇者聯盟的故事裡面 打怪獸 個個天生異品 打打打打打打打 當然是打得定 但這兩個 都能夠打到最尾 盡好自己的本分 我沒想到 其實我們作為人 我覺得他們兩個的榜樣 都很值得我們做 我們面對我們困難的時候 我們未必有超能力 可以做到什麼 但是我們緊守崗位 盡了自己最大的努力 這個其實都可以 給我們一個很好的提醒 其實這樣的例子 都好像有人去欣賞 如果有人去緊守自己的崗位 去講他要講的 做他要做的事的時候 某程度我會覺得 如果教育群體 可以欣賞到這些朋友 其實都挺有意思的 因為事實上 他們去決定 去講公道的說話 做一些事情的時候 他們不會因為 是不是有個聖上呢 是不是有個青天呢 而去做 而是因為他有這個良知的感 去做一些的東西 去講一些的說話 那這些的 正正就突顯出 就是他當中的 所面對的挑戰 和那份人性的可貴 那這些事情 我會覺得就是說 其實如果我們有更多的人 懂得去欣賞 甚至是去 有一點支持的時候 其實我想 對於我們自己的社會 其實也是一個 好的益處 而是更加多的機會 是看到公義的地上 我相信 上帝都會是 一個合心 心意的一個表現 還有我想呢 你不要以為這樣是容易的 反正難過你去搞革命 和難過你去復仇 是啊 你可能就是要什麼 你的代價就是一副棺材 可能是真的可以這樣 一副無機關的棺材 是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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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今天的節目就到這裡 下次再見 拜拜 拜拜 多謝你收聽網播時代 Time's on Air